俄勒冈州西部有一条公路上最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不过这起意外的画面有点离奇 我们给大家看看一张照片了 这张照片你看整辆车子都被一丝一丝 有没有白色的粘液给包覆 看起来很恶心 这难道是电影场景吗 还是有人在拍电影 还是有外星人入侵地球了呢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交通意外 奇怪了 这场面怎么恐怖到好像被外星人入侵一样呢 原来祸首是因为鳗鱼 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那这名50多岁的货车司机呢 载着十多箱大概是3400公斤的鳗鱼行驶在路上 然后突然呢 这名司机在半途当中刹车的时候就发生了意外 整辆车子都翻覆过来了 结果车子上面装满鳗鱼的箱子就这样全部掉在地上 甚至是飞到对面的车道造成四辆车子连环撞 不过幸好的是没有人受到重伤 是的 只是一场车祸 而且呢也没有人员受伤 但为什么会出现像这样一丝一丝白色的黏液呢 原来车上啊 载有大量的鳗鱼 在撞车之后 它牵泻而出 就撒在这个路面上 那这些鳗鱼呢 在受到刺激之后 他们就喷出了大量的白色黏液 结果搞到呢 整条公路就湿湿滑滑这样子感觉 甚至夸张到 后来呢 那些经过这个路段的车子呢 都来不及刹车 因为太滑了 结果引发了连环追撞 当地警方呢 为了把这个湿漉漉的公路清理干净 还出动了推土机来清走这满地的鳗鱼 那现场的目击者还说 他看到每一条鳗鱼啊 都在那边拼了老命的掙扎 还不停地喷出碾液 非常的恶心 那他说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眼前看到的这一切 而后来这些照片呢 就被上传到网络 有网友他们就质疑说 天哪 这些生物到底能够吃吗 还有人打趣说 意外现场根本就像是 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场景啊